中華民國倫技運動 武道協會理事長插手機 自一孔英雄年 回來後鄉北港之後 就來開班收客 跟一些多倫技的新新種愛者 跳倫技國標舞 頭過武道的學習 這新種才跳舞的時候 是一點都不適合一般的民眾 大家越跳越有自信 也許有更多朋友 做過來加入跳舞的行列 雖然音樂跳起舞 無論是穿關大的跳舞的學習 也許坐倫技的新種才 都透過音樂跟舞蹈 像完了主持人的笑容 北港町這間倫技舞就高興 透過倫技國標舞 幫助這麼多新種才 獲得主持人才快樂 嗯 以前就是很 有悶說看人家跳舞 就好羨慕喔 對啊 現在就是說 其實我也不用羨慕 我自己只要音樂下去 我就可以跳了 平常在家只是做家事啊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學了舞以後 又學會音樂 怎麼聽音樂 然後聽音樂以後才知道說 喔 我們這身體可以 有這麼多的伸展的機會 中華民國倫藝運動部 大學會理事長創修育 自立空一五年 回到高雄北港一後 開了這間高飾 就是要幫助 進到一個新種才 找到自己的目標 讓他們可以進到快樂和健康 因為透過這些訓練 以及他們的演出 或者是比賽 會增加他們很多自信 我相信可以帶給 更多一樣 跟他們是腎臟朋友 不管是小麻痹 或者急需損傷 或者節肢的這些腎臟朋友 有更多的鼓勵 那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老天爺給我們關了一扇窗 我希望說 藉由這個舞蹈上面 我們會幫他開了另外一扇窗 看著新種才 靠到相手和身體 跳到美麗 但是困難的舞蹈 這麼多學生 都感受到他們的認真和辛苦 不但將他們當作自己的目標 也對倫意舞者 是緊加困難 在我跟他們學習跳舞的當中 就完全沒有覺得 他們是一個有 身體上有一個殘缺的地方 就他們的精神 跳起來完全都沒有那個 不好的感覺 無論是新種才 還是普通人 踏過跳舞和音樂 都可以看到對方 認真辛苦的一面 今希望 別人可以看到他們的轉變 不但自己是緊加幸福 也讓其他人有動力改變自己 記者 鄭怡婷 蔡宏布德